晚間最新消息持續帶領關心 是台北市又發生了工地臨近區的地層下線事件 這是位在嵩山區慶城街跟新安街口的一處工地 在今天晚上9點多的時候發生了地層下線 當時路邊停放的車輛全都因為路面下沉而導致車身傾斜 根據現場的資料顯示至少是有4輛車受到波及的 逐步測量塌陷的範圍大約是長30公尺寬4公尺 深度是1.5公尺左右 而事發當下募集的民眾嚇壞了 一眼望去整排停在路邊的車輛 車身明顯傾斜周邊更拉起封鎖線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跟新安街交常路口 一處工地在日三號晚間9點左右 發生地層下線波及到周邊共4台停放的車輛 而台北市長蔣萬安文訊急奔現場 並開設前進指揮所 這個新建工地還沒有進行任何基礎開挖 那這邊準備要做連續壁的工程但都還沒開始 而只是在做島溝是內部支撐力不夠 然後造成島溝外部下線 現在最重要的話就是說把那個挖掘島溝裡面的坑洞 先把它補起來 因為它區域不是很大 所以災害的擴大的跡象應該不至於說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初步測量 塌線範圍長30公尺 寬4公尺 深度1.5公尺 至於事發工地的新建工程是由蒲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預計今年6月就要完工 不料如今卻釀出塌陷意外 索性沒造成人員受傷 但直擊民眾全嚇傻 當下以為是車禍吧 或者是鞭炮吧 白天家裡都在搖 就是我們都在搖 也有其他人覺得 雖然現場已無力及危險 是否仍提醒民眾 注意用路安全 接著我們到